各位友大家好 我是文江勇 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学习 我们八字里面的一些入门常识 也是一些入门的基础知识 八字里面没有笔节的人 笔尖和节才的人 他在这个年代容易是独生子女 容易是独生子女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兄弟姐妹比较少 这点就是一些片面的一种判断 八字里面煞心多的人容易伤话 说话容易伤人 欺赛嘛 煞心就是欺赛 煞心多的人说话容易伤人 你会发现一下 你身边的人的这个八字里面欺赛 忘了 他容易都会伤人 因为杀气太重 容易说话容易伤到人 好 那我们就说阴阳调和 阴阳调和 人呢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一个人说话 他的这个声音都在同一个频调上 那么这个说话呢 就也容易伤人 但就是说给别人听起来就不舒服 那么如果是说他说的这个话 他的频率是这样这样子这样子的 那么这样的话他说话呢 别人就喜欢听 其实同样的一句话 从两个人的嘴巴说出来 他有不同的意思 而且给别人听的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八字里面 杀心多 欺杀多的人呢 说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些方式 不要老是往那里面钻 这容易会得罪人或者伤人 同样一句话 比如我说出来 然后很好听 但是说如果换到你说出来 你给别人就受伤了 这也就是善惜多的人 没有财心 但十三万的八字 同样是很好的 也是同样会有财 十三生财嘛 你看那个八字十三很万 十三他生财 所以你看八字里面 你不要看那个八字里面 没有财心 就并不代表没有财了 没有财心并不代表没有财 十三很万 他也很有财 还有八字里面 运心不是代表了学习吗 记忆力吗 但是我这个八字里面没有运心 你就不是说没有学力了 不是他的关心很旺的时候 关心很旺的时候 他一样的学习 一样的好 当然就是说 他在某一定的程度上 他是老爱忘记拿东西啊 这些 但并不代表说他学历不好 也并不代表说他学历不高 不是这样子 因为关心他是生异心的 关身硬嘛 关心很旺的时候 他就有了异心 关身硬 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八字里面 没有财心 但是我们十三很旺 十三是什么 十神和商官很旺的人 我们同样的 有财 十三身财的这种人呢 指的是性格开朗 你看你八字里面 有十三身财啊 那么指的是性格开朗 这个财写错了 大家纠正一下 有的时候每一个老师也好 在做课件的时候都会做错 包括我们很多优秀的老师也一样 我也一样 因为做课件的时候 不一定都是对的 那么你看这个财就选错了 这个是财 大家知道就行了 好吧 不要故意去纠正那个东西 理解就行了 那么十三身财 这证明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开朗 但是心里面还是比较物质的 那么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 我们心里面没有物质 那么我们还是穷人们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比肩克财的人呢 会挑死 真的 你看一下 不管谁的八字里面有比肩克财的 这个人一定会挑死 没有食伤的人呢 也会挑死 八字里面没有食伤的人呢 也会挑死 食伤代表什么 胆子大 那么没有食伤 我们换个说法 就是说胆子也小 然后他吃的东西呢 也挑食 我们又换一句话来讲 他吃的东西都这么挑食 那肯定身体也比较弱 对吧 其实这个就是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其实十神的这个相义都在那里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个八字不是谁归弟使的 每个老师有自己的这个 对这个八字里面有不同的理解 那么八字里面的门派很多 现在的八字里面的门派很多 有盲派的 有什么新派的 有很多很多门派 当然盲派的八字呢 是以前的古人呢 他是为了慈悲 给予一些盲人 找一条深层的路 那么于是他们就把八字 就弄成了盲派 盲派里面的八字 他并不是说不好 就是说这种八字呢 只是给更多的盲人 有一个深层的能力 所以盲派的也很优秀 这些八字都很优秀 当然我没有学过 但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你看八字里面有财神煞达的 也代表着这个人的脾气大 你看一下就知道 你自己把一个八字里面 我们不是说八字盘盘吗 一盘出来就有这些东西了 有这些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 是吧 没有一心的人呢 和母亲的缘分就比较薄一点 当然我们还要看这个肠肝里面 肠肝里面还有印心的 有的人呢 他拿那个八字里面不准 然后他拿给我们看 拿不准的八字 跟你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八字里面呢 有的人是靠猜的 他估计是这么样 八字不是估计 你估计来的八字 他不是你的八字 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那我今天就讲一点 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三胞胎 三胞胎的这个八字 他一般的相差不远 那么他人生的轨迹就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 你看他们相差了 我有很多朋友里面 他都是双胞胎的 他相差才是半个小时以内的 但是人生轨迹就不一样 那么他就存在一个呢 存在一个是风水的未停 两个人的八字都一样 按道理来说 学习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学习就不一样 一个六百分 一个才三百分 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 因为他们两个睡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睡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他会产生不同的风水影响 所以两个人 读书不一样 将来人生轨迹也不会一样 你看我们八字里面没有印心的 那么代表我们跟母亲的缘分就比较薄一点 那么八字里面没有印心的呢 就跟母亲的这个缘分薄 我们就不要让母亲来教育他们 那么八字里面如果没有财心的话 那么从小的时候 我们就让母亲来教育他 不要让父亲来教育他就好了 因为他两个的缘分薄 缘分薄他是不听你话的 小孩子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跟你做对 所以就说这种缘分他就薄了 薄了以后呢 你就让另外一个人去教育他是最好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八字的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对方 如何去做就可以了 你看很多人以为财心多了就会好 其实不是 财心呢 所有的包括我们的风水 还有我们这些八字 所有的东西 在医学上里面有一句话叫物极必反 你财心太多的人呢 反而比较笨 你不要以为财心多了就很 财心多了就有财吗 不是 关系多了就有关吗 不是 不是这样讲的 你反而太多了 他就不好了 有的东西他是恰当 包括我们这个八字也一样 恰当就好了 不要太多 物极必反 你看 里面的食伤客观 他是怎么样呢 你看八字里面有食伤食神 食神或者商观器客观的话 那么他是对老公的要求比较高 或者不满 老师看老公不顺眼 当然这只是学术上的东西 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去说 学术上的东西就是针对这个学术去讲解 不要针牛角尖 你看在网上一些人 他爱针牛角尖的就针对老师 某一个老师说一句话 他说不停的去攻击 隔级小了 隔级小了 你这一辈子你也不想 不要想去做很大的事情 你看有些人呢 他就是 你看他头像都是个佛子 佛啊 头像都是一个佛 然后头像都是一个菩萨 菩萨像是个佛像 他说出来的话 就很难让人接受 这种披着佛的面子说话 没有任何意义 你看 那么这个比奸和劫财多的人呢 男女他容易客气 而女女呢 男女都容易离婚 你看巴子里面 比奸和劫财多的这种人 他容易离婚 这个是这一些片面上的一些知识 学术上的理解 大家看一下整个巴子里面 你把这个石绳一张出来 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些你都要懂 这些都是基础 当然很多老师都讲得特别好 包括我现在还要去学习 有的人呢就说 哎呀文老师啊 我想做你的学生 其实我自己现在都是学生 我没有资格做老师 我还是学生 当然我们做朋友是可以的 我是还没有资格做老师 我还是学生 我还不停的去学习 我希望在我50岁的那一年 我讲出来的课会教到更多的人 好吧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